这段视频来自于街道的监控 画面中出现了一对正在行走着的夫妇 一切都很平常 可是就当这对夫妇行至画面的中间时 在他们的身后却突然多出了一个东西跟着 可以看见 这个事物呈现出灰白色且半透明的状态 动作幅度非常像人在走路 而将画面放大后 也能看见他确实很像是一个模糊的人影 而且从身高来看 还是那种小孩子的身影 他就这么紧挨在这对夫妇的身后 悄无声息 就好像是在跟着夫妇二人逛街一般 而这对夫妇也全程都没发现 身后有这么个东西跟着 画面看着真是让人毛骨悚然且揪心 看来以后在路上行走 不光要注视前方的道路 还得多留意一下身后啊 在有了孩子后 夫妻俩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可似乎有些超自然的东西 却非常喜欢和小孩子闹 就比如这个视频片段 泳池中父亲正陪着自己的孩子玩乐 泳池边的妈妈则拿着手机 将这温馨的一幕给记录下来 但请各位注意一下 接下来所发生的细节 绝对会让你汗毛直竖 可以看到 就当男孩的父亲抱起孩子 将他放到泳池边的一瞬间 有一只诡异的手突然出现 抓在了孩子的左腿上 就好像这只手还不愿让孩子上岸 想要让他继续留在水中一般 整个过程非常快 只在眨眼之间 但各位也都清楚 以孩子所处的位置以及角度 是绝对容不下另一个人的 而且如果旁边真有人 孩子的父亲不会毫无反应 而孩子的母亲也不会连看 不看这个人一眼 那么各位 这只手的主人又会是谁呢 各位看到这个画面脑中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龙 蛟 蜥蜴 又或是四脚蛇呢 这段视频是几个有人 在一处峡谷的山洞内 探险所拍摄下来的 结果他们却并没能探到远古宝藏 反而遇见了这种奇异的生物 可以看见 这只生物的体型非常巨大 几乎塞满了整个通道 你要说它是龙吧 但它却又不能飞 而是用四足爬行 从它的体型和行动姿态来看 和世界上最大的蜥蜴 科莫多巨蜥很类似 但科莫多巨蜥却又没有这种 生物脑袋上长着的冠状组织 它的头形和体态 与之最接近的是墨西哥六角熔原 但它们之间的体型可就相差巨大了 画面中的这个生物估计能一口吞下 二十只墨西哥熔原 而且熔原的嘴巴旁也没长着长须 这种生物的长须倒是 的确和龙嘴上的长须很像 这么说 难道传说中的四不像真的存在 又或者它是龙的另一种形态 还是人类未曾发现的新物种呢 各位你们怎么看 小孩子的玩具一般都是好看且可爱的 特别是各类娃娃 绝对是小女孩的最爱 但有些太过于逼真的娃娃 也许在那可爱的外表下 还会带着些别的什么 如果你以前在看到洋娃娃时 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那也许接下来的画面 会让你额外附带一些其他的观感 可以看到 画面中出现的都是一比一比例的娃娃 在四周漆黑的环境下 镜头从这些娃娃身上依依掠过 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而这似乎也预示着 接下来一定会出现什么惊悚情节一般 果然当镜头最后聚焦在画面中 这个美女娃娃身上时 她那大大的眼睛竟然眨了一下 而这突如其来的惊悚一幕 也让拍摄者吓得差点没把手机给摔地上 一般来说 这种与人等高的游乐园大型娃娃 都是采用玻璃钢材料制作的 所以身体以及四肢关节都是不能活动的 就更不用说娃娃的眼皮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娃娃的眼皮能够活动 那也需要人来操控 但画面中也并没有其他人 触碰到这个美女娃娃 那么又会不会是 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这个娃娃内 暂时赋予了她某种生命呢 一只小爪从一堵石墙下的缝隙中 快速伸出 各位仔细看看 这只小爪是来自于什么动物 也许有人会说 这应该是老鼠的爪子 因为如此狭小的缝隙 也只有老鼠才能够钻进去 一开始 我也以为这是老鼠的爪子 但将画面放大仔细看后 我才发现 这绝对不是老鼠的爪子 可以看见 这也许并不能说是爪子 而是一只小手 虽然看不太清 它到底是有着四根手指 还是五根 但却可以清晰地看清楚 这几根手指 都是各自分开的 而且不但分长短 甚至它张开时 还能分辨出大拇指 和中指食指的区别 这和我们人类的手指 并无两样 也就是说 这只手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一种类人生物 但能躲在 如此狭小缝隙中的生物 体型又该有多小呢 难道童话中的小人国 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呢 各位 你们怎么看 虽然这段视频的画质不太行 但内容咱们还是能看明白的 三个大男人 正坐在屋子里玩蝶仙的游戏 而他们身后 衣柜顶摆着的那只白色小熊玩偶 也诡异地动了起来 其中一个男子敏捷地发现了 这异常一幕 按在蝶子上的手 本能地离开蝶子指向了上方 接着三个男人起身讨论了一番 另外两个男人 明显有些不相信 这个男人的话 一个玩偶 又怎么可能自己动呢 他们不以为意 又继续玩起了蝶仙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会让他们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做毛骨悚然 可以看到 这只小熊玩偶 剧烈摆动摇晃起来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钻进了里面 在操控着他 这下另外两个男人 总算七眼见识到了 三个人边跑边叫 逃离了屋子 我在前几期的影片中 曾说过 请神容易送神难 有些说不清的事物 咱们必知都唯恐不及 干嘛还要主动去找他呢 蝶仙这种游戏 虽然不能确保百分之百有效 但万一真将一些东西 给招来呢 可真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送走的 所以在这里奉劝一下 想要尝试的朋友 千万不要因为 心底那小小的好奇心 而酿成大错 一名正在拍摄野外求生的男人 从一处洞穴中抓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生物 这个生物的脑袋上长着两个角 两只黑色的眼珠怒目圆睁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也很是愤怒 几乎横跨整张脸的大嘴中 还露着几颗白色尖牙 看了真是让人有些发毛 如此可怖的未知生物 这个男人竟然还敢徒手抓他 真是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但接下来他所做出的事 也许会让各位更加的意外 各位 你们没有看错 这个男人竟然把这个生物给煮了 伴随着弥漫的热气 男人一脸满足的凑近闻了闻 表情十足的享受 也许是这个东西太香了 男人竟然还情不自禁地啃上了一口 就好似吃到了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一般 很抱歉 我实在无法感受他的快乐 看到此处胃部一阵翻涌 但我又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于是又看了一遍视频 各位 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所谓的未知生物 和我们经常见到的东西有点像 这个生物的身体 是不是很像猪脚 它头顶上的两个脚 和猪脚的两个大脚趾很相似 而且这个生物的两只爪子 看上去也和鸡的爪子很像 总之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所谓的未知生物 都像是猪脚和鸡爪的结合体 各位觉得呢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影片 请动动你尊贵的手指 给我个赞和关注 咱们在下期影片再会 去那儿 。。 就